华盛顿特区 美国首府 除暑 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 再次回去 多日充沛的余睡 带走了持久的酷热 也让这里的人们更加憧憬 初秋的灿烂 对即将到来的秋天 同样充满期待的 还有一群愁出满志的 焦大人 因为他们要完成一项 破别七年之久的约定 让我们把时间 倒回七年前 2015年的加州洛杉矶 第十一届交通大学 美洲校友联谊峰会 再次成功举办 无所交大校领导 以及国内国外 数百余名校友齐聚一堂 之子正会 交通大学华盛顿校友联合会 通过层层竞选 成功接过 第十二届峰会承办方的大旗 华盛顿特区 也时隔五十年 第二次成为 焦大峰会的举办城市 这项是于1964年的 全球校友大团圆 伴随着交通大学 美洲校友会的诞生 企托着老一辈 远赴北美的焦大人 对母校的情感 全球校友五年一聚 横跨半载之雨 焦大北美峰会 已然发展成为 更具影响力的 全球校友论坛 紧密团结着海峡两岸 无所交大的校友 共同饮水资源 展望未来 带着对峰会的期待 时间来到2019年 焦大华盛顿校友联合会 正式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然而 就当我们筹出满志之时 疫情发生了 在疫情影响下 交通大学美洲校友总会 以及华盛顿特区峰会 团结一心 共克时间 在历经两年的延期后 本届峰会将正式于 2022年10月21日至23日 和全球焦大相友见面 DC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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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欢迎你